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十七集 接下来的几天 夏小兰只管隔一天送一次黄膳到商都市 顺道再再几百斤油渣子回来 剩下的事儿全不用她操心 连再回来的油渣子都由刘芬拿去附近村子卖 离婚和夏小兰想要继续上学的两件事 让刘芬快速成长起来 她卖东西远不如夏小兰嘴皮子利索 好在油渣是定价的 她又不需要费心找买主 养猪的农民都需要她 夏小兰送黄膳就更简单了 黄河饭店的采购朱放同志 真是个大好人 夏小兰不过提一句 还要格外找黄膳的销路 朱放就说可以帮忙 她还真的帮夏小兰联系了其他两家饭店 档次不说和黄河饭店一样吧 也是商都有名号的 世卫招待所那边订的是20斤 黄河饭店50斤 另外两家饭店都是各自20斤 每隔一天夏小兰要往城里送的就是110斤黄膳 每斤至少能赚四毛钱 110斤是45块左右 油渣她返程时载上300斤 一趟能赚18块左右 她又送了炸油厂那个门卫和卖油渣的两包烟后 油渣果然降到两分钱一斤 其实人家也卡得没那么严 只给300斤的钱 她一次能装走多少就装多少 夏小兰那是体力不够 不然400斤也能装的 多装50斤不要本钱的 她就能多赚四块 事实上每一趟油渣运回去 她至少能赚20块 两天赚65元 夏小兰的月利润在900多 有那么几十块 她准备用来维护关系 那就按900的利润来算 炸油厂那边 她随时可以换她舅舅或者别人来跑 门卫是指认她这辆自行车的 只需说一声就行 送黄膳去的地方 就需要好好解释一番 关系还没有热乎到能随便换人 比如黄河饭店的采购朱放同志 每次夏小兰送货来 对方都十分热情 夏小兰在感情上有点迟钝 但在理解别人的情绪上 她不傻呀 她要是个人际白痴 也坐不稳从前的高管位置 朱放言语还算规矩 就是和夏小兰见了短短几次面 每次都穿不一样的衣服 发型也换了 第三次 还有意无意展示自己手腕上的心表 和脚上增亮崭新的皮鞋 男人要求偶 当然要展示自己的优点 朱放同志显然认为 她的优势就是比别人良好的家庭条件 不得不说这小子也不傻 夏小兰辛辛苦苦倒卖善于 肯定是经济条件不咋样 朱放算是有针对性的展现优势 可惜 她媚眼不说做给瞎子看吧 夏小兰满脑子都是各种公式符号的 根本没有空去体会朱放同志的心意呀 她是做销售出身的 又岂会嫌弃一个做采购的男人 但她即便要在八零年代找个做采购的男同志 绝对不会是因为她能买得起心表 穿得起心皮鞋 只能是因为那个人 她喜欢那个男人才行 为了赚钱 夏小兰还不能戳破朱放同志的心思 她之前说那些漂亮女销售是花瓶 现在倒是能理解了 都是为了生活呀 都特么不容易呀 小兰 后天你早点来呗 我朋友送了两张电影票 我想 对不起 后天我会叫我舅舅来送货 我自己有点事 朱放还想约夏小兰看电影 被截住话头了 朱放同志来不及失落 就关注到了夏小兰话里的重点 你舅舅来送货呀 那也行的呀 舅舅是很亲近的长辈了 能在小兰舅舅面前挂上号 她不是离小兰的关系更近一点了吗 虽然才见过夏小兰四次 朱放别提有多重意她了 朱放没有见过长得这样好看的女孩 夏小兰长得很漂亮 不管见几次那种精致到艳光四射的漂亮 都会让朱放口舌发干 给她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一点都没削弱 她的眼神看人是波光淋淋的 腰脂细软胸前丰满 这样一个极品的游物 偏偏说话做事又极正经 她不是在冲人撒娇 的确是先天嗓音如此 她要是刻意撒娇 朱放说不定能脑子发热 一冲动每天订一百斤黄山 只为和夏小兰见一面 就是这种大方和正经 让朱放虽然像个开平的花孔雀般 想要吸引夏小兰的关注 对她却是始终没有言语轻浮的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别人 别人就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 这条定律适合与正常人交往 朱放是个挺自傲的年轻同志 但也处于正常人的范畴 夏小兰也不可能一边忍着别人调戏 一边赚钱 她好歹是个重生的 有这份风骨呢 对 我舅舅来送 不麻烦吧 朱放哪敢受麻烦 夏小兰冲她笑着说再见 朱放的魂也跟着夏小兰走了 等她回过神来 夏小兰骑着自行车 已经消失在中原路上 朱放有点懊恼 忘记问问她是啥事了 能有帮忙的时候 不阴晴一点 又咋显示出来她朱放的本事 夏小兰花了一周的时间 将高中的教材都翻了翻 语文和政治她暂时放弃复习 英语不用复习 主要还在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上 又因为生物占的分值比例小 其实一个星期里 她要梳理的就是数学物理化学三科 再看高中的教材 她以为自己忘掉的知识 居然还能记得一部分 夏小兰自己都意外 比如八四年那张数学考卷 她都毕业多少年了 这记忆还藏在脑子里 等着一个开启的契机 就慢慢能回忆起大半 各科的知识也是这样 她慢慢花时间去复习 总能温故知心 把上辈子学过的东西捡起来 夏小兰自己是胸有成竹 陈庆却是很担心 夏小兰觉得自己是复习 对陈庆来说 夏小兰是初次学习 高中的知识 和初中的知识难度不一样 夏小兰上初中时 成绩也没听说有多好 没有老实讲解 陈庆担心 她面对高中教材 根本就看不懂 然后就会直接放弃 来先一中考试 等到约定好的日子 夏小兰骑着自行车 出现在学校门口时 陈庆总算是放心了 夏小兰额头上的疤痕 已经只有浅浅的印子 她自己给剪了个刘海遮挡下 后世那些小姑娘 整天在微信自拍的空气刘海 配夏小兰这张天生的网红脸 让她多了几分清纯 长得不正经 她有啥办法 咱不是努力要做个正经人吗 小兰 你来了 陈庆给夏小兰作证 学校的看门大爷 才肯放夏小兰进校 夏小兰没让家里人陪着来考试 刘芬坚持让她换上新衣服 还是刘勇到县城买的布 李凤梅借了别人家缝纫机做的 衣服的样式自然不会很新潮 但家里人不肯让她穿旧衣服来现衣中 担心她被人看清 夏小兰是能理解的 上辈子啊 才不会有人这样替她操心呢 夏小兰今天是信心满满的 哪怕陈庆把她领到现衣中的老师面前 她也不怯场 年轻女老师挺不重视这次考试的 就在办公室给夏小兰指了张办公桌 卷子在那儿 你自己做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